如果各位你已經做好了 你要把它做輸出呢 我們來看 在我們的這裡面 其實我寫幾篇文章 來介紹這一塊 剛剛我們有介紹它的歷史功能 修訂歷史功能 你如果要把它輸出成什麼 就是那個 高畫質的 因為S-Mine一樣有分付費版跟免費版 一樣有 那在這裡面 你把它存檔這比較沒問題 那就是S-Mine的答案 但是你把它匯出 匯出的時候你會看到 有沒有發現有一些是Pro的 所以如果我們用免費版本的時候 其實你匯出主要就變圖片或S-BG 大概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 但是呢 哪一種格式比較好 圖檔 就是我們講的PNG 或者GV 它是點證圖 各位你要認識一下 什麼叫S-BG S-BG是繼Flash之後網頁上的什麼 向量格式 所以這個是向量檔 放大縮小不時針 而且呢可以拿到哪裡 我們Folk在裡面 它支援S-BG 支援S-BG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這是第一種 你把它儲存出去之後 我在這個地方 我在這個地方 好給它一個 存檔 完成 那你輸出的時候 如果你有兩個分頁 它只會輸出你現在看的這個分頁 這個是要留意一下的 好我把它先存起來 您可以看看在我們桌面上 你會看到一個圖 有點熟悉 在這裡 有沒有覺得這個圖有點熟悉 你是要用什麼看的吧 因為它是向量的 而且現在是網頁標準 所以是不是用網頁看 點兩下就可以了 好假設你要用IE看 你就用IE看 這樣是不是就看到了 那請問你 可不可以把它轉成一般的圖片 可以 你就按右鍵 另存圖片 它可以變成PNG 有沒有看到 等於說你要向量轉點證的話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做 好這是第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 TDF印表機 也就是呢 各位你們現在的 注意系統 是不是Windows 10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過 Windows 10以後 都有增加一台虛擬印表機喔 你看我下一步 來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Microsoft Print2 PDF 它WIN10以後 就增加了這個虛擬印表機 以前我沒有輸出PDF 你要安裝什麼 有一個那種PDF的印表機的軟體嘛 現在不用了 WIN10之後不用了 除了說Office的格式 你可以直接另存 現在的話呢 你就可以輸出到這邊 那為什麼有時候會需要這個 比如說像今天各位拿到的講義 有沒有覺得那個字比較小 所以平常如果我用這種PDF 就是那個S-Mine的新字圖給大家的話 我通常可能會 如果比較多內容 我就會請它輸出成B4或A3的 可是如果我用剛剛的點證圖 有沒有可能這裡列印的時候 它就變糊掉了 雖然我今天有介紹一個AI的放大 但是你不用那麼麻煩 直接用這個就好了 當我選好之後 你找一下天號設定 你看進階 有沒有可以自己選A3 因為它在新字圖裡面的時候 本來就是像樣的 所以你就輸出大尺寸的 那它輸出的品質就會比較好 這樣你了解了嗎 當我按下列印就會直接變成定存器檔 變成我們的什麼PDF檔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所以你如果是免費的版本 那你想要輸出高畫質的 大概就是這兩種方式 一個就變成SVG 另外一個就直接透過Wins裡面的PDF 虛擬印表機直接印出去就好了 當然如果你作業系統 還停留在Win8、Win7 沒關係自己裝一個 一樣可以用這種方式輸出 這樣OK嗎 來還給你囉 好